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河南杜梁 兩次 你好 來 河南杜梁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45歲是河南人 45歲河南的這個朋友 來 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 聽了這個六哥還有剛才這個台灣那個 叫叫叫 他們的談話想聊兩次 主要是我認為台灣的年輕人是對歷史有割劣化的程度 其實對於他們的現在的想法 他們的問題是 他們的這種想法是很正確的 他們現在想的就是大陸在欺負他 圍倒啊什麼演習啊是不是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大陸的這種做法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他們從年輕人的角度來講 他們就感覺是大陸在欺負的 其實他們的想法是沒錯的 是 所以說 所以說我對兩岸未來的前景很不看好 我認為戰爭的形勢出現的概率非常大 實際上同樣的道理 現在大陸的年輕人也保存這種心理 就對台灣的感情也是越來越淡的 但是有一點 現在就是說一旦感情淡了 那就是利益方面的衝突了 從利益角度來講 包括那個台灣六哥原先講的一句話很孝順 他說共產黨教育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中國的一個報導是錯誤的 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是錯誤的 但是反過來想 如果是民進黨在大陸執政 或者是國民黨在大陸執政 他會不會說這句話 他一定也會說這句話 是不是 所以說現在這個兩岸最底層 就是年輕一代最底層的 現在邏輯是其實已經相反了 已經走在相反的道路上 而且我認為說句真心話 我認為習近平如果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連任四屆 你說怎樣 歷史定位非常差 不對不對 你剛剛那段 河南 河南兄 喂 你說 你剛剛那段斷掉了 非常重要 你說習近平怎樣 你再說一次 我說習近平連任四屆 如果台灣問題解決不了 那他的歷史定位會非常差 台灣問題解決不了 他可以連任四屆嗎 是啊 我就說這個道理 至少在四屆之內 如果他幹不出一點 在歷史定位有定位的事情 那麼 對他 對他的 對他 當連當四屆那 不可想像 嗯 其實有時候感覺 共產黨啊 感覺啊 在實際上 總體走的還是羊毛路線呢 嗯 但是 就像 我印象中叫 鄧 那個 戰國時期的這個 鄧 鄧什麼工 嗯 對他弟弟那種 逼著台灣 甚至是逼著 逼著 民進黨去造反 走向不歸路啊 你的意思是鄭博客斷於焉 是不是 對對對 我覺得有點像這一段 嗯 我覺得有 而且我認為 美國 在下一屆也會 越來越反中 只要美國對中國的圍堵 目前來看 看怎樣 基本上都推出去 都很難解 都很難解 把台灣推出去 或把日本推出去 都很難解 嗯 但是我覺得 日本人應該是 更聰明一點 嗯 但是台灣 很有意思 台灣人我覺得 最重要的 還是教育方式的問題 嗯 他從國民黨時的 投共 到現在的台灣的投中 他的教育方式有問題 嗯 無論大陸是不是你的敵人 你應該是 對上籌 對上 對共產黨可以籌 但是對國家 對中國的人民 不應該是有仇視的情侶 但是現在 教育方式是走偏了 嗯 把大陸人民當作敵人 嗯 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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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某些方面來講 實際上是 是大陸所希望看到的 嗯 其實台灣還有一種認知 很奇怪 很奇怪 台灣的認知是 從 你看 其實我認為中華民國 最優秀的兩個總統是 就蔣經石可能有爭議 但是蔣經國應該是 從大陸方面來看 和從這個台灣方面來看 應該是沒爭議的 我認為現在 所有台灣人都在吃蔣經國先生的老本啊 嗯 是吧 沒有蔣經國對台灣的土改 還有大建設 還有這個電子工業 電競的前機 那哪有今天台灣人民的這個幸福生活啊 是 但是台灣對 對台灣對蔣經國和蔣經石的否定 就說 只否定他的否定 不否定他不否定 但是 就是說 蔣經國做的很優秀的一方面 不去宣揚 但是蔣經石 兩講做的很 很差的方面 卻差次宣揚 是 完全走出一個相反的道路 是 台灣現在邏輯上 就像你說 我說什麼 邏輯上 思維太混亂 民進黨執政 他也是不得已的作為 他要向執政 他只能去見 塑造一個敵人 嗯 其實你所有的台灣人 就包括六哥 可以去想一想 台灣 不說蔣經石 帶來了黃金和白 這都是次要的 實際上蔣經石給台灣最大的貢獻 是帶來了 帶去了許多 好 你的麥 實在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大哥 這個東大學 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自從中國人 包括帶來的這些幾百萬的士兵 嗯 他們認為 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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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聊天的時候 我是湖南人 我是山東人 他會說我是台灣人嗎 他們不會 嗯 這些人 都說自己是中國人 怎麼到了兒子 到了孫子 就變成台灣人 是 你 台灣人現在目前 只考慮自己的感受 卻不考慮 對大陸為此付出的 付出了多少 嗯 第二我想講 其實共產黨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既不要對大陸有過高的期望 大陸也沒必要對台灣有過高的期望 其實它這兩個政府 其實沒有 包括美國政府 所謂的民族社會 台灣很愛其這種民族社會 通常有意思 其實 台灣是本末倒置了 它是把民 它是認為只要我民族了 我這個國家就幸福了 實際上一個國家應該是 我怎麼樣幸福 我應該是怎麼樣來 但是它是本末倒置了 它把民族當作自己的最高 最高這個 怎麼說最高認知了 而否定所有的一切 實際上 整體台灣在80年代 蔣介石建立的那條既有西方民族制度 又有中華民族內核的這些東西非常好 其實很多人對這個感受都非常好 要做的是要把大陸優秀的人才吸引過來 讓他們覺得成為中華民國的人是自豪的 但是台灣走的相當這個路子很奇怪很奇怪 他陸配甚至比菲律賓這些人受的待遇還差 是不是啊 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 但是沒有一個人去改變 沒有一個人去改變 所以說到最後還是武力是不可避免的 至於打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說得過 沒有人會 沒有人知道 好 OK 好 那個謝謝 謝謝這位 謝謝這位河南的朋友 不好意思 那個你mine有點問題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邊好不好 講的比較凌亂 這個思緒不太幹 主要是你的mine 你的mine也斷斷續續的 這蠻麻煩的 好啦謝謝你河南的朋友 謝謝謝謝 OK 拜拜 對對對我這邊信號不好 好好 拜拜 好啦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